社会消息男子到加油站加油时跟员工爆发口叫 车上另外两人也冲下来助阵 三个人猛力挥拳还用脚踹 嚣张行径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警方获报后火速歹人 但冲突起因竟然只是因为驾驶不愿意熄火加油 现在被依法送办 小客车驾驶来加油没想到却突然冲上员工动手用力推 其他员工赶紧上前来劝 但没想到驾驶越讲越气 离谱的是朋友也下来助阵 下一秒竟然开始施暴挥拳 蓝也拦不住甚至还用脚踹 一活人就这样把加油站员工从汽车道打到汽车道 事件都发生在新北战雪尖加油站 可以看到上头都有写着洗火加油的字样 不过男子坚持不洗火 与员工爆发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10号凌晨5点男子来加油 员工提醒要洗火 他却声称车辆有点故障 担心无法再发动立刻拒绝 而双方进而起冲突 驾驶先冲去呛瞎挑戏 同伙也跟着出手攻击 员工残遭殴打连部警部都有受伤 决定报警机构 基本上我们每一台车都一定会讲 但也有些人会不想洗火 原因是他们不想一直开开关关 将查气车主及其友人 答案说明已厘清案情 洗火加油确保安全 违反规定最高可以罚到30万 这位男驾驶不但不配合 甚至跟朋友一起出手痛殴员工 警方后续也找到人 要将他们依法从败 接下来潘国玉辉人心被报道